5月11号 北京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雷海潮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希望已有60多年历史的小汤山医院 继续在北京的医疗救治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未来将准备建立大型实验室 小汤山医院在完成了筛查救治的阶段性任务之后 我们现在也正在考虑 要进一步提升小汤山医院的核酸检测的能力 准备建立一个大型的实验室 那么未来小汤山医院还有可能发挥更加积极重要的作用 17年前 北京小汤山医院在抗击非典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次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1月23号 小汤山医院的更新和改造工作启动 3月16号正式启用 小汤山医院从3月16号启用之后 领住了单日高达400人次的筛查的检验任务 刚才我说过因为这些患者不是这些患者了 这些旅客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等待 明确诊断以后才能够继续它的下一段的旅行 所以这段时间应该说地毯医院和小汤山医院进行很好的配合 顶住了巨量的这个国际旅客筛查方面的这个压力 雷海潮介绍 从3月16号启用到4月28号最后一名患者出院 小汤山医院整体运行44天 累计筛查了2175人 报告的确诊病例54人 疑似病例27人 那么现在来看呢 小汤山医院所有参与救治的这些这个患者 那么治疗效果相当稳定 另外一呢 医护人员一千多名医护人员做到了零感染 那么对于从口岸送过来的这些国际旅客 那么也做到了零漏解 那么这些工作都应该是这个非常值得这个肯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